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种这个什么 下一种这个复合类型的第二种 叫 共用体 也叫联合体 叫Union 那你咱们现在有一个是叫 共用体 也叫联合体 他们这里面所有的 就是写一个这个共用体之后 它的所有成员 共用一块那层共用圈 能明白吗 这是共用的 你可以用 我也可以用 就像宾馆一样 比如你住去了 我就不能住了 等你走了之后 我在住 我是不是可以 就这关系 那咱们看一下 共用体 它如何操作 右肌添加一个新银项 13 共用体 12 这是第13个 1 这里面写个 Union Union 是联盟的意思吧 是不是 然后起个名字 起个名字 比如说叫什么 叫这个是 就叫VR 可不可以啊 叫VR可以啊 叫VRS啊 那这里面比如定一个什么 DOUBRE 然后是A 桌号 float类型的 B 然后 in的类型的 C 再来一个 short类型的 D 再来一个 X类型的 答复 那么是不是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共用体了啊 啊 这是共用体 那个啊 呃 共用体 先写下格式啊 共用体的格式 共用体 然后是 首先是 UN UN I UN 然后后面加什么 共用体名称 共用体 名称 然后 括号括起来的什么 是成员 共用体成员列表吧 啊 下面是不是也可以起名啊 以后之前是一样的 比如说叫什么 叫VR 也可以啊 这个看一下 共用体名称 然后是成员列表 括号括起来的是成员列表 然后后面加上什么 共用体名 共用体变量名吧 是不是啊 啊 和之前一样 呃 共用 体 呃 变量名 啊 这个叫 就共用体 还叫什么体呢 还有联合体 是不是啊 啊 联合体啊 这个名字 咱们不小管啊 那好 那咱先来个 看一下它的大小 平安提卡包 咱先不打印这个词啊 先看一下它的大小 摆放 D 斜杠杆N 然后是 豆号 一个 赛造夫 谁啊 VR 是不是可以啊 那 那我给大家 这个大小多大啊 啊 听说八 他说对吗 他说不对 咱就 咱就剁他手 是不是啊 啊 PRTF 少了一个啊 早试 查实行 是不是结果V8呀 啊 为什么结果V8呢 前面不跟大家说了吗 整个共用体里面的所有成员 共用一块内容大小 共用谁大小 是最大数据类型大小啊 这里面最大数据类型是谁啊 是 Double 啊 他就共用这个 Double大小啊 这是他的这个值 那比如再改一下 改成这样写啊 是 X类型的 AR 然后这个大小 比如说写个10 12 那你告诉我这个值位多少啊 有没有说16的 因为这里面最大类型是什么 是W类型 是不是啊 W类型这里面还有个呀 这个呀 是12 是不是啊 不够 比8多 比16小 是不是啊 可不可能是16呢 有人说是12 有人说是16 那剁谁手啊 看一下啊 没加分啊 没加分啊 会不会根据最大 最大数据类型对齐呢 我们看一下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是不是啊 好 有人手费多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里面会怎么的 对齐是不是啊 但是注意一下 这个这个对齐之后 它是有问题的 不是不是有问题的 这里面应该注意的问题 什么问题 这里面有效的是有效多少个啊 12个 无效的是几个 是4个 但是它这里面 无效的情况 得需要给大家画一下 是这个是怎么画的 是这样画的啊 它用的时候 比如说是这样画 比如这里面大小是多少个 12个 是不是啊 最大类型是 这个是 呃 W类型几个啊 是啊 8大小 是不是啊 那这个图 你能看明什么意思吧 是不是啊 第一个是X类型 第二是什么 W类型 是不是啊 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这个是 印类类型是 4个 是不是啊 然后下面类型是什么 下面是 12个类型 是多少个 是这个是 两个 然后这是啊 X类型是一个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你看到了吧 那这里面是在 在在什么啊 因为要跟谁对齐啊 跟这个是 W对齐 为啥跟W对齐啊 因为这里面 即使位置 一定是8的倍数 是不是啊 那那这里面对齐 啊 对齐情况 这里面加加多少个 是不是得加8个 啊 放不下了 你就看一下 这个是8个大小啊 你这个 这个是8个大小 这是不是也8个大小啊 所以说这里面 整个公共体大小 是多少个 16个 是不是啊 但有效的 只有只有效多少个 12个 这一块内容 都怎么的 都没用啊 但是 如果说你复制一个 16长度大小 可是可以接受到的 知道吧 但是 你复制16个大小 可以接受到啊 但你在这个 打印的时候 它最多只能打印多少个 12大小 所以这个 只能往里面扔 不能怎么的 往中取 因为你没这边的什么啊 名称 知道吧 因为你这个名字 比如说这样写啊 叫什么 叫 差类型的什么 差 差类型的 AR 那你可以根据AR 找到这块区域 是不是啊 但这块区域 你能不能往里存的 可以往里存 是不是啊 你大概就是一出了 是不是 可以吧 但是你取的时候 你通过这个名字取 它就能找到啊 是不是找这个大小啊 那第二什么 第二是这个 double类型的几啊 double类型的 double类型大小 是这个叫什么名 我忘了 是不是 但是它是8大小啊 那你用这块区域的行吗 它只能这个是 8个有效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到这块用的时候 几个有效 是不是 一个有效啊 那那再改一下 比如这里面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是 17 那你看大小哥啊 那我再改一下 比如这里面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是 10 那你看大小哥啊 40 40 有没有下来啊 那别算了 好了 哎 这怎么不算啊 把这个先关掉啊 调试 开始执行 看看结果 是不是40啊 可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最大类 最大数据类型 是不是啊 然后看他是不是 这个剩下的这里面 比如这里面多少 是40 这多少 这个是 17 找最大值 如果是40 那是不是8倍数 18倍数 就是40 那如果这里面是什么 这里面是11的 起码应该是多少 这里面变成值 变成多少了 44了 是不是啊 那最大值 是不是应该变成48了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情况 是不是48啊 明白了吧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 共用体的一个 这个误区啊 那那我们这里面 这个大小 我们已经求来了 是什么 是根据他最大数据类型 然后找他的最大的 字节长度 什么叫最大字节长度 比如数组 是不是最大字节长度啊 然后去修改啊 那咱们把这个里面 这个内容全部给他干掉啊 咱们不需要这么多啊 这给注意要调 这里面什么 ABCDE 是不是 F是不是 那比如说 这里面给操作是 VR 这是哪个吗 是不是这个啊 是 公用体编量名 是不是 然后再点 注意一下 它也是点出来的 点A 如果等于10的 如果等于100的情况 那我打印一下 打印谁是准确的 百方 F 然后是斜杠口 然后是 读号 读号 VR a 我们先打印这个值 调试 开始之行 第一个值 是读号名管 是不是打印100啊 这可以吧 那然后再这样写下 是VR 点 B 然后等于一个 3.14 那我再打印下这个 A的值 再打印下什么 再打印下这个B的值 是不是这俩都是float就行啊 我们等一下啊 调试开始行 发现这个是变化了吧 啊 这个原本是100 现在是100点什么啊 05 100点这个05了 是不是这个值已经不准确了吧 那这个值为多少啊 3.140 是不是这准确啊 啊 那我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什么 再来一个是 VR点C 让它等于一个 嗯 66 来看结果 调试 少少少有打印啊 少有打印 考人加C考人加V 这里面是 百毛D 然后这个是 C 打印下结果 调试开始直行 看这俩结果 这个是100 然后这是什么 66 这个变成什么 020100了 是不是啊 那注意一下啊 在联合体 最后一次被复值 哪是最后一次被复值 是不是这个C 最后一次被复值啊 它的值始终是准确了 是不是啊 其他的 这些之前被复值的 这个数据怎么的 它是不是可能 发生不准确了吧 啊 那比如说像你 像你什么 留地址一样 比如说这个 第一个人留 咱们这个屋 是不是啊 可以 是不是啊 第二人 就是第一个人走了 是不是 然后第二人一进了 他留这个地址 他是不是准确的 那比如说快递送过来 之后要送这A地址 那能找到A吗 找到A 是不是A走了 不是A走了 A怎么的 A这个房间被占用了吧 找的是B的值 所以说 它最后一次被复值 比如被复值为C的时候 C是准确的 是不是啊 啊 这个是注意一下 是最后一次被复值的 就是供用体中 最后一次被复值的 它只是准确的 其他值都等的 都会发生变化 啊 这是我们这个 供用体这块啊 供用体会供用一块区域啊 但是我们在程序开发的时候 呃 很少去定义供用体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定义供用体之后 会显得很乱 什么乱呢 比如说你之前复一个值 又被覆盖掉了 那你在找之前 值还能找到吗 是不是找不到啊 这是缺点 但那优点什么 优点是省内存 是不是 相当省内存 是不是 所有人供用一个屋 是不是省内存啊 啊 这是我们供用体的话 这里面这个 你可以自己去读一下啊 这里面是他们供用一块的什么啊 这是内存 当然他们那个地址 是不是也一样呢 OK啊 这里面有几点啊 你可以自己去读一遍啊 咱就不领大家去读了 啊 我这个都把讲课的时候都讲了 你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这是